大家好,今天是1月5日星期二 這是一個錄製的節目 我是星期一的下午錄 昨天我在Patreon也有提到 一會兒下午,不知幾點就看到新聞 特區政府會開記者招待會 交代社交距離 現在給香港人 我昨天在Patreon也說過 一個很嚴峻的感覺 什麼很嚴峻的感覺呢? 有1或2個個個案 整個建築就關掉 然後全民去強制檢測 即是所有那座大廈 那座大廈的檢測 又不馬上做 有很多拖到第10天後才做 那些人就會很害怕 因為拖了很久 那些人就怕10天 最少怕7天 最少怕7天 再少怕5天 那很多人就因為害怕 因為害怕 我座大廈要禁止 我對面又說有2個個案 我旁邊又有1個案 那很多人就湧回去國內 就以為國內 應該是大灣區 我想都沒有人會飛去上海 或者北京 有少數 那問題就說 很多人就因為這樣 就收到一些訊息 就回去大灣區 提早過年 因為現在是14加7 兩個星期的隔離 再加一個星期的社區隔離 但是你要自費去住酒店 我們天然居之前都報道過 住到被保安拿棍進來打 我昨天在Patreon有介紹過 今天我會詳細和大家說 當你不是收到一個正確訊息的時候 可能會很麻煩 你收到的訊息 關於國內已經清零 沒什麼Case 我相信這個訊息不正確 只不過是有多不正確 我們一會進去會說 我們的Patreon的連結在下面 因為我經常都出聲音檔 所以最近多了很多朋友 支持我們的Patreon 首先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在2021年 都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讓我們的頻道 繼續所有免費節目 包括美國 包括英語頻道 都可以繼續免費 英語頻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擴充 如果擴充的話 可能會接受一些贊助 但收費節目暫時就不會 因為真的不夠時間做 通常我們現在做一個節目 大概要三個小時左右 兩個多小時搜集資料 一個小時說 三個多小時 不用四個小時左右 所以都是一些時間 今天鑽石狗去到184% 不可以說創新高 因為我記得之前 最高去過185% 那美銀就沒有變 因為我錄的時候 現在美股還未開 都是57% 11個月 很多讀者訂閱了我們的英語頻道 我都大概預約四、五到每個星期 這樣推出的 今集我正在想 講些什麼呢 我都可能會講一下 科技女股神的頻道 那個Performance 也會講一下 如果你的股票 你的持股 突然間crash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怎麼做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馬上賣光呢 或者你是不是應該要馬上買入呢 這個星期我會講這個問題 如果大家訂閱了就沒問題了 你訂閱了的話 它自然會有新片推送給你的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你點擊YouTube下面的連結 進去你訂閱就可以了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也可以在YouTube裡面打 US.marketweekly 這樣就可以了 首先多謝了大家訂閱我這個 這麼新的英文財經頻道 這個是財經頻道 不是講時事 我們盡量都會避免講 任何關於政治的事情 因為有國安法 好 那今天在星期一 大約就是新增 我還想問一下 有沒有讀者覺得 這個 我現在是用的headset 我不是用坐桌的麥克風 我不是用Rode的麥克風 我是用Logitech的headset 因為兩個都用 如果不是這個就是封塵 如果不是這個就是封塵 因為這個就是封塵 為什麼呢 這個就有個好處 我怎麼動都沒問題 你見到聲音很穩定 Rode那個就放在桌子上 好像神驅那些 移動範圍很少 其實就沒那麼方便 你看看東西 這個麥克風 你見到聲音很穩定 大小的聲音是 那Rode那個 我有時候在前後 聲音是大 聲音是很大的 但有時候會散 我兩個都用的 我兩個都用 有一個Phillips的錄音筆 我在外面都用的 這個我已經調到95 我就兩個交替這樣用 如果不是的話 就封塵 但是我這個麥克風 因為我只是用來聽 那有時候都很少聽 不是說經常都可以 就是要用聽麥克風 通常我都是用手機的 那手機就用那些 無線藍牙的那些 那所以這個麥克風 如果不用呢 就真的要扔 那如果太細聲 大家告訴我 那我已經調到95 那或者你可以調大一點 YouTube的聲量都可以的 好 那今天星期一就新增50宗 新增50宗 其實你看到正在回落 你看到正在回落 你看到正在回落 這個呢 我昨天Patreon有說的 就說最近這幾天 或者甚至這個星期 香港的深圳灣口岸 你現在看 我現在形光幕拍出來的 都幾千人的 過千人排隊過關 上去的 排隊過關 林鄭就給香港人一個信息 就說 香港有750萬人 每日確診50個就很嚴峻的 那大灣區就 根據中國的消息就清零了 那是不是大灣區已經很安全 讓一些藍絲 或者一部分的黃絲 收到這些信息 而上去 我們昨天說了 我今天會多說一些 但是我留到尾那段才說 我老早已經說了 每天的疫情會 其實可以在網上 今天就說 如果疫情稍微放鬆 那就做回這個實體 有一些記者會 就說因為網上可以 篩選那些問題 希望做回一個實體 其實我也看過一兩次 我覺得其實它實體 或者網上都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到它有些問題 要麼就答不到 要麼就要檢查 甚至你說到 不要用武漢肺炎這個名字 它就提早散會 其實這個實際上 已經由去年的年頭 開到年尾 你看到其實沒有什麼 實際的幫助 做得不好的事情 它其實是沒有跟進的 它就說道歉 我們昨天還看到 那些 lock down了一座大廈 它是第十日後 才能安排到流動檢測站去做檢測 那根本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有這麼多人失業 香港有二十幾萬人失業 為什麼沒有人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益回自己人 吃的蛇仔餅種呢 你取養而已 有什麼難 臨時訓練很容易 五百元日大把人做 有保護衣 有protective gear 大把是年輕人來的 香港四百萬工作人口 有六點幾個percent人失業 你每天出得五百元 怎麼會沒有人做 所以你就看到 開這些會其實是廢的 浪費了記者的時間 你問的問題 坦白說句 只不過它沒有當場拒絕你 實際上很多事情它都答不了 浪費了香港人的時間 你不如公佈就可以了 你答不了的 你現場問它都是答不了的 它要敷衍你 它要敷衍你 它現場也是敷衍你 就是這麼簡單 聽著先 如果疫情稍緩 恢復實體 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個我們會在收費節目 裏面財經裏面說的 計算這個恆大之後 就另外一家很大的富力地產 我們在收費節目也評論過它 就爆煲 爆煲 它欠的錢 這個地產 在去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沒有記錯 就有100億美金 這麼多 它這支今年 就斷裂 原來 在去年的第三季 它已經有問題 但要掩着 那現在在去年的最後三天 他将三间富力,富力很大的地产在广州 一部分的股权,有些甚至是100%的股权 压了给广州市城投投资的公司 广州市城投是属于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 就是广州市各支位,即是国家 即是国家直接出售 即是说,他的资金链是断掉了 断掉了 这间已经是恒大之后的第二间 如果国内这么大的地产商,通常有问题的第一个都是地产 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是地产商 他是问很多人借钱 他借了钱回来,然后去建房 卖了回来,还钱再借一个循环 银行呢?如果他先爆煲,银行死先 接着第二个他死 接着就是他的房子会破坏 接着就是很多建筑商 水泥,加斯等 就全部死了 这个我们会在收货节目里面说 所以大家要今天收到凌波银行 都死了 都两个月不准发融资工具 所以大家要留意中国借贷的状况 非常严峻的 我告诉你 他一定要够,因为不够,银行一定死的 他这些负力这么大 或者恒大这些,他不够的话 银行一定钉盖 安心出行APP就已经有访问过市民 市民就说,你做什么给我都不装 原因就是,有些人就会贬我们的KOL 喂,你这些KOL 说到人们对政府没信心 问题就是没用 问题是没用 他还要增加那个蓝牙的自动追踪功能 什么叫蓝牙自动追踪功能 就是说,他就会实时24小时追踪着你去到哪里 就是你on了这个APP 其实你deleat了它,信号还在里面 你deleat了它,你整部手机扔了它才行 你一装了,它就有一些木码 有一些跟踪程式在你的手机里面 你除非就脱了电 但是很多电话已经是来自电 你除非就 把那张卡拆了出来 或者整部电话扔了它 否则,你的程式就永远都安装在你的电话里面 它就会24小时监监看着你去哪里 跟国内的健康码是一样的 它是24小时看着你去哪里 因为你会接触到外面街的讯号 那些偷听灯柱等 你一接触到外面的讯号 它就已经记录了你去哪里 它是全天后24小时跟踪你去哪里 但问题是现在不是在这里 现在是 问题是第一件事,爆疫的是跳舞群组 不是市民 第二件事是,你如果不控制外来的输入 永远都有一些特权人士 你再搞一百年 除非外面什么案件都没有了 你再搞一百年都不能清零 你现在安装这些APP 中国已经做了 有健康码 中国已经有健康码 有些是强制做的 那中国现在又爆过 现在中国也再爆过 其实你看到的 问题是有什么用呢?是没有用的 你看看 它是否特意等你们十天后 才去找人去 帮你做强制检测 等你们惹多些人呢?我不知道 有这样的阴谋论去说 我不想太阴谋论 但问题是 你看看中国就很清楚 你教了这些健康码 一样吧 你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放宽到百人聚餐 新加坡没有教这些东西 为什么人家又可以呢? 台湾也没有教这些东西 为什么人家又可以呢? 台湾也有些零星的case 但一样东西 对比香港好很多 对比中国 对比外国 非常之好 人家都没有教 为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 剪掉外面的source 对不对? 我们一会儿去到 一会儿去到很多人 不信消息 然后回到大湾区 我们再讲详细一点 这个我挺惊奇 原来中大调查生就说 有九成高中生不信任政府 我惊奇就说 居然还有一成信 你明白吗? 还有人信政府? 你还有人信政府? 你还有人信政府? 大哥有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外星人? 还信政府? 政府根本完全整个政府都不可信 你看看抗疫就知道了 搞来搞去 都是因为你不封关 搞到一年之后 现在年头了 中医要说 所有输入 所有进来的都要做检测 二月我就说了 说到后都臭 你现在问袁国勇 你现在问其他专家 他来去去都是说这些东西 没有变的 他都是说这些东西 没有意思的 所以你为什么还有一成人信政府呢? 我真的不明白 这个呢 老祖已经说了 这个 这个 紫荆杂志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紫荆党 就说 宣誓 就要涵盖了 学校教师 医管局的员工 香港电台 政府就会很快修例 宣誓要涵盖了 所有包括政府出过一毫子的 都要宣誓 要不然你就不要拿过钱 为什么呢? 因为一月三十一日开始 英国就有五加日 他现在立刻做 我相信他会很快 所有你收政府一毫子的资助 全部宣誓 目的是什么呢? 阻力 当你 我们已经说过了 你一宣誓 你离开香港拿强积金 他已经拦你了 他已经拦住你了 好了 你宣誓了之后 有一份文件 你拿强积金 去走 因为他现在拿强积金 你要说 你将来移民去哪里 做什么地址 他就把你曾经签过那张字 告诉英国政府 你都知道 你可能就移不到文 他未必是要阻理你的人 他是要阻理你的钱 其实 你看到不是偶然的 我们说教安心出行 健康马 失败了 没有人教 好了 就现在用这些招数 为什么这么巧一月头 就立刻要做呢? 因为扩大了范围 因为通常这些人是最有钱的 是中产的 那么他就将 所有你们宣誓的那些 就保留在底下 当你在职金局 你说你要移民 你要走 他就会问你移民去哪里 那么他就会把你签了那份文件 fax过去 或者email过去 那么对方 因为有国籍法的问题 就未必给你移民 所以大家要签的时候 就想清楚 你签了 你移民可能有问题 这个女人很毒的 这个女人 我嫌不得 她肯定去不了美国 去不了英国 你现在是不用想的 她只能够回大湾区 我嫌不得 你都不用质疑得到 揽炒 她现在就用揽炒心态 所以大家 如果你真的决心 或者你已经有小孩在那边 你最好不要签 你签了你未必就得到 你未必就得到 疫苗 到今天 我都未见到有国药 或者是科兴的药监局 第三期临床报告 她已经获准上市 越来越多中国的疫苗获准上市 但是一样东西 到今天已经是一月头 还未有第三期临床报告 仍然未有第三期临床报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究竟在国内 她给人民什么信息 让人民去打呢 会不会在国内 她告诉你 她已经过了临床呢 她就一直说 巴西是怎样 其他外国是怎样 但是你自己的临床报告 你都未过 大家看看这个 59岁以上暂时不能打 中国的平均年龄是49岁 在2019年的人口调查里面 2020年我不知道 印度在2019年平均年龄是42岁 你不要看年轻七年 年轻七年差很远的 我相信如果59岁以上不能打 在中国应该有4亿多人不能打 接近5亿人不能打 因为平均年龄是49 你想想59岁以上有多少人 我明白为何59岁不打 因为59岁通常都会多一些老人病 糖尿 血压高 心脏 很多的 抑郁等 很多的病 去到年过50 但问题是变成没有用 变成没有用 因为中国有13亿多人 如果5亿人不能打是废的 5亿人不能打是废的 所以问题在这里 一定要尽快交代临床报告 你的临床报告过不过? 你可能很多人在中国里面 是没有自由信息流动 当你没有自由信息流动的时候 国家说是不是 其实连自己的标准都没过 如果他过得到的话 他老早就告诉你 第三期临床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真的用在人身上 最少要有几万人涵盖不同的 age group 不同的人种才有效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辉瑞那只 人家要试过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age group 所以是比较安全 这个很离谱 大家看到 来到你家里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领导 如果香港十几度 很多地方都领导 那你就拆了你的水泥 封了你的煤炉 那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目的是想你用电 烧煤便宜 烧煤便宜 他目的是想你用电 他目的是想你用电 中国的煤 坦白说一句 污染是很严重的 那你如果一烧这些 你看到就有冒霉 为什么有冒霉呢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冒霉呢 就是因为有澳洲那些 开始进口的靓煤 靓煤 靓煤便少黑烟 我们之前在厂里就是 一烧的时候 你看到黑烟好像火灼 很厉害的 那些是劣質煤 甚至混垃圾 好了 它封了你 那你就逼着用电 为什么呢 国家就规定 你不能有冒霉 你一冒霉出的时候 人家就知道 你烧烈这些劣質煤 就知道你国内那些煤是劣質 那就要逼你用电 但是 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用电是比较贵的 第二样东西 电不是一些落后地方 不是到处地方都有电 国家就是这样 它不理你的 封了你那个炉 用水泥封了你的炉 拆掉你的煤炉 好了 如果你今次 回去大陆 去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那我觉得你要非常小心 我们稍后会说的 十二港人 我之前已经说了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到 这个内地的维权律师 律师委 就已经被人吊销了律师证书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劝那三位家属的家人 他应该是已经到了深圳 即是在隔离中 不要上去就是这样的 你想想 他是律师 他要求见港人 他要求给家属见 有什么罪呢 没有罪 不行 我就吊销了你的牌照 等你以后做不到律师 就好像陈秋实 他到现在失踪到现在 你都不知道去了哪 失踪了九个月 你现在都不知道陈秋实去了哪 原因就是这样 你想想 他连内地的律师 他本身只不过是争取他的client 去探监 他都要被人吊销牌照 那何况你上去 你现在上去 他等你隔离完 他等你隔离完 他等你隔离二十一天之后 然后你去他那个 盐田派出所 他就说你尋人生事 他可以立即踏你都可以的 没有罪名的 所以我劝他们真的不要去 你回来就好 你看看 内地维权律师 他犯了什么罪 他是律师 他一定不会搞事 他各样东西都跟着程序去做 在国内是有权要求 被家属去探 或者建议 是有权要求 你可以reject 但是有权的 你看 吊销牌照 我们比较详细讲一讲这个问题 国内不能够清零的问题很简单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国内 大家看到这么严谨 他都不能够清零呢 因为我在昨天patreon都有说 我在这几个星期里面 不断 因为我在中国移动里面是一卡两号 他照发一些信息 他不知道一卡两号 不断发一些信息 就是说 现在疫情严重 春运大家就不要出外 尽量留在原地 你就知道 他已经是 严重的了 现在国内已经是严重 大家会奇怪 为什么这么严谨 都会 仍然有 小型爆发呢 在不同的区里面 原因就是 国内有些党员 党员本身有特权的 他去哪里都可以 他去哪里都可以 他也不需要检疫 他要检疫又可以 他不检疫又可以 党员 或者有些 比较高级的人 他永远有特权的 即是等于 下来香港 拿exemption的人 他是有特权的 他是不用检疫的 他要将他的身份保密 他一检疫 就expose了他的身份 这些党员 他去哪里都可以 他可以坐飞机去美国 坐飞机去英国 去欧洲 你担不了他 所以 永远都有这些案子发生 好了 现在如果这样的情况 现在在香港 仍然是有一些 中国来香港的人 是有exemption 例如中联办等 现在国内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 香港的疫情 在农历年的时候 会更加严重 为什么呢 国内的案子又有了 现在国内 我在Patreon都说过 他现在就不会用整个区 封锁的方法 因为如果封锁了整个武汉 武汉就惊天动地 我告诉别人 我清零 那我怎么能够封锁整个武汉 那我就小区封锁了 因为武汉有很多小区 我就一个区一个区封锁 我不封锁武汉 我封锁小区 或者譬如你在上海 他封锁一个小区 在辽宁他封锁一个小区 你就以为他没有事 实际上他做的事是一样的 他只不过不整个地区封锁 但问题是 他现在告诉你 香港很严重 真的有些黄色的蓝色 以为香港很严重 有些不是的 有些被迫要上 譬如我有个同学 他在皇冈那里 有太太,一儿一女 他已经半年没回 春运被迫要上 有些有楼 有些要做工作 没办法 但有些是 按钩钩钩 以为香港很严重 就走上去 我告诉你 国内 绝对数据是不可靠 因为 中国移动法这个信息给我 很久已经没有发过 他这几个星期内 差不多每两天就发一次 在去年整个疫情里面 发得最密 给我 就是当时封锁武汉 那时候 2、3月是最多的 接着六、七月都试过 今天就没有了 他现在这样发出来 第一,跟春运有关 第二,应该是 他再有一些零星的爆发 他再有一些零星的爆发 好,问题就是 香港人有些不够 他就以为 信了政府 又要鎖下大厦 我又要混沟住 国内清零 国内有疫苗 我回去住两三个月 那你可能欺负 我昨天在patreon都说过 大家要小心 为什么呢 第一样东西 大家记得去年 很多人回到去 是啊 武汉没有禁止 但是武汉的小区禁止 小区禁止 跟武汉禁止 对你来说一样 好了 长期病患的 我们去年都说过 有些是要打电话 来阿森哥求救的 为什么呢 没有那只血压药 他走去大市找都没有 因为那只是外国的血压药 英文都没有 英文都不懂得看 你不要以为 香港这么普通的血压药 国内有 大城市都没有 它全部是国内的 有些国内的recommend 但是拍照下来 给香港医生看 他说不适合 不适合 不是你引起血压的原因 他一个月的血压药 就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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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等到第三个月 才记得上去 他只能不移动 因为大家知道 你不移动 血压会低一点 就是这样 糖尿那些更麻烦 心脏那些更麻烦 抑鬱那些更麻烦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上 麻烦你带定半年的药 麻烦你带定半年的药 如果你一定要上 还有一件事 麻烦你充值好 你的支付宝 那些余额宝 那些微信支付 因为很多小区 已经是不收现金的 最好你可以不上 就不要上 那我们听过了 天然居我们也介绍过 大家记得了 天然居我们也说过 去到 你那个检疫住酒店是自费的 你要打疫苗 都是要你自费的 现在你回到国内 那些酒店食肆 现在不打疫苗 你什么时候打疫苗 对不对 坦白说一句 你因为要隔离 你找人要回去 坦白说一句 你现在去住酒店 一个人 一个人 500元一晚你都要住 没办法 没得你选 那你想一下 一家四口就2000元 2000元 2000元乘七 你算一算 14000元人民币 还有 吃饭呢 对不对 喂 你想一下 你在这些环境 在国内春运火车站 巴士站的环境 坦白说一句 你什么口罩都没用 对不对 你什么口罩都没用 我告诉你 你一定欺费的 你本来不欺费 你都变了欺费 到你回来的时候 就回香港 现在还没有疫苗 现在还没有疫苗 所以你不回来 可以不回来 最好不回来 就不要拎了贼婆 好严重啊 好严重啊 这个禁止啊 找些屎坑水来验一验 有问题啊 这样 750万人 每天只有50个案子 就是差不多 9万人才有一个 有多严重呢 9万人才有一个 有多严重 对不对 你回到去 又要迫关 又要迫火车 迫完这个车站 迫那个车站 迫完那个车站 迫那个车站 你不欺费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你回到你住的小区 你才发现欺费 那你就大眼祸了 你就大眼祸了 它一鎖下那个小区 你叫天不应 就叫地不民 所以大家要回去的话 一定要自己想好 不要信那些数字清零 肯定不是 你现在拍到出来的那些东莞 那些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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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数得出多少个人 大部分的铺 都关门 食市 大部分关门 你不要信国内一片繁荣景象 刚才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的GDP那么好 你国家发展那么好的话 为什么恒大会爆煲呢 为什么富力地产这么多年 三十几四十年 这家东莞会突然爆煲呢 那你就想到 如果你逼于无奈要回去的话 带定半年的药 最少带四个月的药 把钱转定去支付 还有有心理准备 你一有问题 一欺负了的话 你很麻烦 你很麻烦 免得过最好不要回 香港最安全 我告诉你 最后彭斯就回来了 彭斯就回来了 彭斯就说 最后一月六日 欢迎议员推翻大选结果 但是你要提交证据 这个合理的 完全同意 你无理由空口说白话 当你书面提交了 reject 进去开会的时候 麻烦你提交所有证据 投票机是怎样 有些死人投票又怎样 比例又怎样 大过整个州的选举人又怎样 提交所有证据出来 大家在会议里面讨论 有足够讨论了 如果大家都不解决的时候 就走到外面的国会 大家投票 我同意的 彭斯回来了 未必他会辞职 未必会辞职 但现在看下去 一定有议员在1月6日 就reject 之前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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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继继续支持特朗普 好吗 今天比较短 因为刚刚在星期日都出了片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们都会再出片 鑽石狗组合格到184% 我们的网质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好 我们的投资日至1月份 应该我星期一就会出V星 接着就有普普马特 这个玩具製造商 中国的玩具製造商 新州国际 雷蛇 海尔自家和加列物流 就是读者叫我说的 最后当然要说港交所 2020年升得很厉害 究竟能不能够延续升势呢 在今年 大家就有兴趣可以订阅 YouTube投资筆记 一月份出了一期 大家有兴趣美股可以订阅 好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有转数快电邮 有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留言 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要到星期三、四的 香港财警R、美股财警R 今年2021年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到星期三、四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收看 香港财警R、美股财警R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